耶利米书第22章 耶和华这样说 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 在那里宣讲这些话说 做大卫王位的犹大王啊 你和你的臣仆 以及从这些门进来的人民 都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施行公正和公义 解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者的手 不可虐待或以强暴对待寄居的 孤儿和寡妇 也不可在这地方流无辜人的血 如果你们切实地行这些事 就必有座大卫王位的猎王 乘着车骑着马 与自己的臣仆和人民 进入这王宫的各门 如果你们不听从这些话 我指着自己启示 这宫殿必变为废墟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耶和华论到 犹大王的宫殿这样说 虽然在我看来 你好像激烈 好像篱笆嫩的山峰 我却要使你变为旷野 变为无人居住的城市 我要指派毁灭者 各有兵器攻击你 他们必砍下你最好的香薄树 丢进火里 多国的人必经过这城 彼此发问 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对待这大城呢 必有人说 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他们审的约 并且敬拜侍奉别神 不要为那已死的人爱哭 不要为他悲伤 却要为那远去的人大大哀哭 因为他不得再回来 也不能再见自己的国土 因为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就是继承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沙龙 耶和华这样说 他离开了这地方 必不得再回来 因为他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 不得再见这地 用不义的手段建造自己房屋 用不公正的方法建筑自己楼房的 有货了 他使自己的同胞白白做工 不把工资付给他们 他说 我要为自己建造宏伟的房屋 宽敞的楼房 他又为房屋装设宽阔的窗户 用香薄木做香板 并且漆上红色 难道你是用香薄木争胜 来表明王的身份吗 你父亲不是也吃也喝 也施行公正和公义吗 那时他得享福乐 他为困苦和贫穷人申冤 那时他得享福乐 这不是认识我的真意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但你的眼 你的心 什么都不顾 只顾你的不义之财 只知流无辜人的血 施行欺压和迫害的事 因此 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雅敬 耶和华这样说 人必不为他爱伤 说哀哉我哥哥 哀哉我姐姐 人必不为他哀伤说 哀哉主上 哀哉尊荣的王 他像驢子一样被埋葬 被拖走 跑在耶路撒冷城门外 耶路撒冷啊 上黎巴嫩哀叫吧 在巴山扬生吧 从亚巴林哀叫吧 因为你的盟友都毁灭了 你安定的时候 我曾警告过你 你却说 我不听 从你幼年以来 你就是这样 不听从我的话 风要卷走你所有的牧人 你的盟友要被掳去 那时 因你的一切恶行 你必蒙羞受入 住在黎巴嫩 在香柏林中大窝的 有痛苦临到你 像产妇剧痛的时候 你要怎样呻吟呢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犹大王约雅静的儿子 戈尼亚 虽然你是我右手上的引戒 我也要把你从手上拖下来 交在那些寻锁你性命 和你们惧怕的人手中 就是交在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和迦勒底人手中 我要把你和生你的母亲 驱赶到异地去 你们不是生在那里 却要死在那里 你们渴望归回本国 却不得回去 戈尼亚这个人 是被鄙视 被摔碎的瓶子 是没有人喜悦的器皿吗 他和他的后裔 为什么被驱赶 被抛弃到 他们不认识的地区呢 大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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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写下 这人算为无子 他的一生毫无成就 因为他的后裔中 没有一人可以成功 能坐在大魏的王位上 再次统治犹大